今天省议员董涵鹏提出的私人草案 可靠电梯法案将进入二读 今天早些时候 他在省议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大家介绍了法案的进程 他说在3月22号他提出这个法案之后 获得了很多支持 有很多高楼的居民都给他写了邮件 表示支持 甚至还有美国的立法者 向他询问可靠电梯法案的进程 在议会中 无论是自由党 保守党 或是新民主党 也都对董涵鹏议员的提案 表示有兴趣并支持 省长伟恩和几位内阁厅长 也都亲自向董涵鹏表达了 他们支持这项法案的想法 我希望见到这个草案里面的详细内容 包括14天 对一般的住宅高楼 7楼以上的 高楼14天的维修的那个time frame 7天如果是老年居住屋的 或者是医疗方面的一些 要注入我们现在 保护消费者法律里面 然后改变它 使得我们的居民呢 有更可靠的电梯 来帮助他们每天的生活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 打 rap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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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